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知道加密货币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 想要加密货币市场 走向一条更为长久的道路 我的观点一直是合规加税收 以及实体产业赋能方面去努力 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 哪些国家正在对加密货币进行征税 近日一份来自俄罗斯当地媒体 The Bell发布的报告显示 俄罗斯政府加密税收高达1万亿卢布 约合130亿美元 除了俄罗斯以外 目前还有包括美国 韩国 印度 泰国 英国 南非 瑞士等国家 都已经或者正在陆续计划 对加密资产进行征税 伴随着加密市场的逐渐增加 征税已经成为各国税务机关 和立法机构的重点关注的话题 目前已经有哪些国家 开始或者计划出台 加密资产的征税的政策 征税对加密资产意味着什么 会对加密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看一看俄罗斯 2月9日 据俄罗斯政府发布的 关于加密市场监管提案的文件显示 俄罗斯有可能允许加密资产进行交易 但是用户只能通过当地注册 和获得牌照的公司购买 以便政府机构 可以获得这些身份的交易信息 不过所有超过60万卢布 约合1万美元不到的 加密资产的相关交易 必须向联邦税务局报告 否则应该被视为是重罪 作为比特币挖矿的第三大国家 这种方法将俄罗斯把加密资产 与外币放在等同的水平 以类似的方法进行监管 俄罗斯媒体 《生意人报》显示 新的法律和指令 可能将会在2020年的下半年 或者2023年的初生效 根据政府文件显示 在俄罗斯 这边我提一下 俄罗斯总的人口只有1.44亿 在俄罗斯 总共有超过1200万个加密货币的账户 和价值2万亿卢布 约合267亿美元的加密资产 根据报告显示 俄罗斯政府每年可能将征收高达1万亿卢布 约合130亿美元的加密税 印度属于全球加密市场增长的最快的市场之一 在加密市场征税方面 也属于落实较早的国家 当地时间 2022年的2月1日 印度财政部长提交的预算表显示 任何来自虚拟数字资产转让的收入 都将按照30%的税率征税 这其中包括加密资产 以及NFT和人们从数字资产中赚取的其他方式 如挖矿流动性收益 同时2月2日 印度政府表示 不将加密资产的交易视为非法行为 财政部长表示 加密交易的规模和频率 使得政府有必要为收集加密货币 提供特定的税收制度 除了高税率 印度在计算加密货币相关收入时 也不允许任何的扣除和抵扣 在印度与传统的税率相比 30%适用于年收入超过150万卢布的 个人最高税率 因此加密税收对印度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根据Chainless去年10月份的报告 印度加密资产的市场 在2020年的7月至2021年6月份 增长了641% 预计在2030年 印度加密货币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2.41亿美元 除了最近出台的加密货币税收的国家 俄罗斯和印度 韩国也一直是加密货币市场中 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 韩国对加密货币领域的 征收税率早已酝酿多时了 原本韩国政府在去年 便已经正式确定了征收方案 拟定于2020年的1月开始征收 然而到2021年的12月份的时候 韩国立法者已经决定将加密货币的 交易征税的时间推迟至 2023年的1月1日 按照原征税计划 韩国居民纳税人取得加密货币 年度收益 250万韩元以下的部分免税 250万以上的韩元部分 按照20%的税率 计征资本利得税 申报期间为次年的5月1日 至5月31日 因申报的收益 包括境内和境外的收益 瞒报将被处于 瞒报金额的20%的罚款 公民有义务按照相关税法规定 对他们赠送 或者从家庭成员 或者熟人那里继承的 加密货币纳税 相对韩国投资者 股票收益的承担税负的比较而言 韩国的加密征税计划 要求有两大不同 股票投资者 仅对超过5000万韩元的收益交税 而加密资产的投资者 收益达到250万韩元 就需要纳税 此外 股票投资者的税收 可以向后截转5年 而加密投资者的税收 不得截转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 作为监管影响力 最大的国家之一 加密资产也一直是 美国国税局 IRS持续关注的领域 早在2014年 美国国税局就认定 比特币属于财产 与其他有价商品类不同 但不是货币 提出了进行加密资产交易 需账报信息 作为报税参考的要求 但未明确具体的规则 直到2016年 美国国税局宣布 确定5项合规活动 其中包括 虚拟资产的税收的问题 并且获得法院批准 获得美国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美国客户的身份 与交易历史信息 以便对加密的交易进行征税 2019年 IRS开始制定加密税收的指南 根据此前IRS的规定 加密资产持有者 必须记录自己交易活动和收益损失 填写提交 FORM8949向税务部门登记 2020年2月份 几位美国立法者提出 虚拟货币税收公平法案 将加密资产交易的征税 创建一个可行的结构 如果该法案通过 可以阻止美国国税局 对200美元或以下的 加密交易的收益征税 此外 该法案还将扩大 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 并进一步加强虚拟货币 在数字经济中的合法性 目前 美国立法规定 无论交易的规模或目的如何 任何加密货币收益 必须作为应税收入报告 立法者认为 现行的法律 不仅使虚拟货币的日常使用 变得几乎不可能 还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增长 根据美国现行的税法 资本收益的事件 税率大概为20% 居民对加密货币和法币的收入 报税的最后期间为4月18日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 2021年的10月份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HMRC发布了纳税指南 帮助加密货币交易者和投资者 了解他们在英国的纳税义务 HMRC表示 不将加密货币视为货币 更像是股票这类的传统投资 因为此加密货币的利润 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 该指南提出 交易加密货币的利润 每年要在个人的自我评估 纳税申报表 或者公司的纳税申报表中申报 加密利润被视为是资本收益 或者损失 但必须明确的是 不能将交易所交易费用 抵消利润 并敦促交易者保留记录 每一个交易者 每年可以获得1.23万英镑的 个人资本利得税的免税额 该免税额冻结至2025年 基本税率征税人的年度 免税额度收益按10%征税 高税率纳税人按照20%征税 不过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指南 并不是法律 并没有法律效力 除了以上国家 包括委内瑞拉和阿根廷 在内的一些南美国家 也已经开始对加密交易征税 2月7日 委内瑞拉和当地的媒体报道 该国家政府已经批准了 一项新的税收法律 只在从加密货币的交易中 收取高达20%的税款 而阿根廷则在2021年10月份 宣布对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 公司征收0.6%的税 此外今年1月 泰国政府原本宣布了一项 加密税收的政策 称加密货币交易的利润 需要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 随后在2月份又宣布 取消对私人加密货币的投资者征税 当然除了这些出台了 加密货币税收政策的国家 同样也有不少的 加密货币征收方面 比较宽容的国家 比如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葡萄牙 白俄罗斯等 对加密货币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免税政策 对于国家和加密资产交易 进行征税的影响 不少金融专家认为 对加密交易征税 可能会减少市场的流动性 抑制加密资产的相关交易 尤其是征税税率较高的国家 可能会阻止外国投资者资金的流入 但也有投资者认为 加密税收意味着 国家将其纳入立法的监管 合法的轨道 对此印度财政部长表示 目前出台的征税政策 只是不将加密资产交易 作为非法的活动 现阶段不会合法化 或者禁止加密资产 而加密货币的合法性 仍然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问题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讲 加密征税政策 可能将使加密投资者 实际获得的收益变少 但是同样也反映了 各国对加密资产的监管的态度的 广泛性的转变 如果有一些国家的立法机关 表示承认加密货币交易的合法性 那么可能对加密资产的价格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你恰好是我本期影片 提到的这些国家的 倍增税人的话 希望你要严格遵守 相关税务方面的法律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3月1号 数字货币市场的行情 我们打开OKX 比特币24小时涨幅了6.58% 现在是最新价格是43,500 以太坊24小时涨幅了3.84% 现在是2923 狗狗币24小涨幅2.99 现在价格是0.14 雪崩链24小时涨幅6.67 现在价格是87.33 Solana是涨的比较少一点 现在涨幅是1.28% 价格是96.82美元 我再次重申一下 我的影片仅仅是个人的学习记录 不作为你的投资建议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好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的频道将持续关注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些好的APP好的软件 我也会做成影片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我是阿芳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好